这那么介绍完VRM之后呢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花时间去正式的去讲这个VRM了 所以这一块的话 开始呢就比较重点了 如果要想学好一个变境器 这个就是个重点了 VRM的三种模式 那在VRM里面呢 它存在三种模式 VRM中存在三种模式 这个三种模式呢 是我们大众的一个认知 大众的认知 那么其实呢 严格意义上来讲 它的模式远远不止三种 但是知道这三种 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所以我们这地方讲的是三种模式 那万一有同学以后说 你在书上看到啊 有四种模式 五种模式行不行呢 也可以 可以啊 可以 但是这三个模式一定得知道 哪三个模式 第一个模式呢 我们称之为叫做命令模式 命令模式 第二个模式呢 叫做编辑模式 当然有的地方可能叫法不一样 你也可以叫它叫输入模式 都行啊 无所谓 反正呢 表达的意思是一个意思 编辑 输入不就是编辑吗 但是编辑不一定是输入啊 所以这个呢 含义是一样的 第三个呢 我们称之为叫 默行模式 或者呢 有的地方称之为叫 尾行模式 是不是一样的呀 墨最后一行 尾文吗 一样的啊 所以这含义是差不多的 那么一共呢 有这三种模式 那么这三种模式 要跟大家去介绍一下 这三个模式 分别是用来干嘛的 分别是用来干嘛的 第一个模式 命令模式 命令模式 那么在该模式下 在该模式下啊 我们是不能进行编辑的 是不能对这个文件 直接编辑啊 可以干嘛呢 可以输入快捷键 来进行一些操作 那比如说 删除 删除行 然后复制 复制行 移动光标 移动光标 然后呢 还有粘贴啊 这些操作等等啊 那这个呢 是命令模式下 我们要做的一些事 就是说能做的一些事吧 他能执行这些操作 然后后面呢 叫做编辑模式 编辑模式这个好理解啊 编辑模式就是 在该模式下 可以对文件的内容 进行一个编辑 对文件的内容 进行一个编辑 那么最后一个模式呢 叫墨航模式 墨航模式呢 在墨航模式里面呢 我们可以呢 在墨航输入命令 来对文件进行操作 那么这些操作 包含哪些呢 包含的 比如说 搜索呀 替换呢 保存呢 退出啊 然后呢 测销啊 还有哪些 还有高亮啊 等等等等啊 那么这些操作呢 我们都需要在 墨航模式下 进行相关的操作 这是三种模式 三种模式呢 它分别能做哪些事 那当我们打开一个文件之后 它默认会进入哪个模式呢 这个呢 是打开之后 默认进入模式 打开文件之后啊 默认进入的模式 我们称之为叫命令模式 然后后面的这两个模式 如果你想进入这些两个模式的话 那我们需要通过相关的操作 来进去切换了 那前面一定要先把各个模式 它的一个含义及其作用 一定要先去了解一下 要不然以后呢 你在做这个相关操作的时候 比如说我要做这个复制 我就不知道在哪个模式下进行了 所以一定要把每个命令 它对应的一个功能呢 先给记上 然后默认打开的模式 是我们这个命令模式 这个不要记错了 这个呢是关于这个三种模式 那么三种模式 接到完之后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试一下了啊 先去了解一下这三个模式 要想进入三个模式中的命令模式 那么是不是得先去打开文件 打开文件 因此呢我们在介绍三个模式的命令之前 先去介绍一下我们VRM 打开文件的方式 打开文件的方式 那么打开文件的方式呢 常见的呢有四种 有四种 四种呢其实还好 但是要求我们掌握的呢 就三种啊 要求掌握的前三种 最后一种呢 可以不用掌握 因为最后一种的话 更加适合 适合马龙 不适合我们啊 所以最后一种呢 可以不用掌握 前三个呢一定要会 一个 VRM 后面的话我所有的 VR名领 我就都写VRM了 就不写VR了 大家知道这两个是等效的 但是呢 我们用高级一点的 叫VRM 第一种方式 最简单粗暴 前面我们讲过 直接加文件路径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 学的那个命令 直接加文件路径 它就能打开文件 所以呢 它的作用就是 打开 打开 指定的文件 打开指定的文件 这第一个方式 第二个方式 VRM 空格 加 数字 这个空格 为了空的明显一点 再来个空格吧 加数字 空格 加上文件的路径 这是第二个语法 第二个语法 它所表达的含义 也就是作用 这个作用呢 将打开指定的文件 并且 将光标移动到指定行 就是这个数字 假如我写的10 意思就是 它就会把这个光标 自动定位到第10行 如果写的11 那就是11行 写的12 就是12行 那如果不指定呢 默认就是 第一行 默认就是第一行 或者 这个文件 你以前打开过 你再打开它 它就默认是 以前那一行 这个数字的话 如果想加 那就加上去 直接给你定位到指定行 这是第二个作用 第三个作用 VRM 加 杠 VRM 加杠 后面呢 我加上一个字符串 字符串 那或者说字符串的话 我们说关键词吧 啊 说关键词吧 空格 文件的路径 文件的路径 它的作用 表示 打开指定的文件 并且 高亮 显示 关键词 并且 高亮 显示 关键词 啊 这个呢 是前三个的 用法 也就是这三个用法 我们一定要会 一定要会啊 最后一个用法 VRM 文件 路径一 空格 文件 路径二 空格 文件 路径三 什么意思 对了 同时打开 多个文件 同时 打开 多个文件 这个呢 了解一下就行了 啊 因为这个东西呢 不适合咱们 咱们的话 一般呢 不做这个 网站开发的话 其实你一般一次性 就只能编辑一个文件 你也不需要编多个文件 啊 只有起代码的 他才会同时 打开这个 打开那个 来回切换 啊 对于我们来说 不需要的啊 所以前三个 一定要掌握 最后一个呢 了解一下啊 知道有这么一个命令 他呢 能够同时打开 多个文件 就可以了 啊 这三个要回啊 就 那么这三个的话 我们待会呢 就可以去试一下了 然后接下来呢 在试之前 由于我们现在这里面 并没有什么文件 可以能够让我们进行操作 是吧 所以这样 我们现在有做这个操作 后期呢 我们会去学习一个 用户的管理操作 那当时呢 我们前面两天 也说了一个文件 叫ETCR的password 是吧 频繁的用到 行 那我们今天呢 还是用这个password 但是 我们今天呢 是对于文件的操作 那肯定是涉及到修改和删除 是吧 能直接改吗 啊 这个 如果你不确定 那你就说不能 最好不要直接改 因此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做件事 就是先去复制出 一个 谁呢 一个ETCR password文件 password文件 哎 复制到哪呢 就复制到我们当前 当前加目录吧 啊 加目录下 啊 这个一定要做啊 千万不要在里面直接改 你要是直接改了 回头你这个系统登不了了 这个系统就报废了啊 所以不要直接改啊 先复制出来一个 先复制出来一个 那我这边呢 先给他copy一下啊 用快兆你何必呢 你还不如把它整出来呢 我先切换到加目录 然后呢 copy一下 复制命令怎么写 cp 杠 etc password 放哪家 放加目录下是吧 行不行 可以吧 可以啊 不要抄钱 不要抄钱啊 是不是这个文件 对吧 OK 那么有这个文件就行了 那么这地方呢 我们先得保证呢 啊 他有这个文件 一定要保证有文件 要不然的话 到时候你会故意的就去 一地下直接改了 改完了就完了 啊 所以千万不要直接改 先把它呢 整一份过来 那么后面的话 我们的一切操作都是呢 基于root下面的 password的 这个文件 但是因为这个文件 在root用户下啊 你不要用普通用户来登录啊 你登录之后你访问不了 如果你用普通用户登录的 那么这时候 你一定要把这个文件 放到你自己用户的架目录啊 不要放到root下面去 放root下面去 你打不开 那么后续的 哎 一切的vrm命令啊 都是呢 我们基于这个pass 也就是root下面的passwd文件 进行相关的一个操作 好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来使用这个打开命令啊 看好不好用 好 这边来 那么第一个呢 vrm直接加文件名吧 因为当前路径嘛 是不是 如果你不想这么写 或者说你分不清相对和绝对 那么就是root 杠 passwd是不是也行啊 两个都可以啊 哪个简单才用哪一个 按回事 所以这个时候光标 它并没有在第一行 为啥呢 因为我上一次打开文件的时候 它光标就在这 所以还在这 所以还在这啊 所以还在这个地方啊 但是我并没有加杠几杠几啊 没有加 所以这地方的话 需要去注意一下 光标呢 会停留在上一次保存的地方 如果你不止定的话 那么打开文件正常的 打开正常之后呢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第一个命令就结束了 这时候是不是要退出啊 退出呢 虽然咱现在没有讲啊 但是呢 前面大家也用了 是谁啊 mahal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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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退出方式 就是你没有按过其他键的情况下 按一下输入 mahalq 然后呢 按下回车啊 即可 没有按其他的命令的话 按下这个mahalq 退出就可以了啊 英文的mahal啊 千万不要说中文 千万不要说中文啊 退出方式 行 那我这边呢 退出来了啊 shift加上mahal 然后按下q 退出来了 第一个命令就OK了 这是打开第一种方式 第二个方式 vim 加上数字 那么刚才我们看的时候呢 它的光标是不是定在第六行啊 那接下来我让它定到第 哎 那是第十行吧 然后加上文件名 PSS WD 走 刚才我记得在这 在S 对吧 现在跑哪去了 UUCP这了 是不是第十行呢 咱不用数 看这 是吧 第十行OK OK啊 没有问题 第十行是可以的 行 退出方式依然不变 mahalq mahalq 然后第三个 vim 加 斜杠 要高亮显示是吧 高亮显示 嗯 这里面有啥呢 我这里面应该有好多login啊 我就搜这个login吧 login 空格 加上文件 加上文件 杠 login 打开之后 哎 是不是都亮了呀 哎 都亮了啊 行 那这样的话 说明这个 第三个命令 哎 也挺好使的 哎 他能够同时打开 这个文件 然后呢 还让我们去高亮 啊 让我们去高亮 哎 然后这个光标的话 还是在我刚才的 第十一行 因为刚才我按了一下下 他往下切了一个 啊 然后这个高亮了 哎 他就显示了啊 行 这是第三个合作 那其实在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如果说我们不按 其他件的话 其实你并不能对 这个文件进行编辑 因为这个模式 他属于命令模式啊 在这里面 不能直接编辑 他属于命令模式 这个模式呢 就是命令模式 当我们在这个下面 这个位置 看到插入的话 或者看到编辑的话 这就表示 他属于编辑模式 如果没看到 那不好意思 他就是命令模式啊 这个是命令模式 OK 退出 冒号Q 行了 冒号Q 这个地方呢 就OK了 那么前三个这个语法啊 一定要掌握 最基本的 打开 三个命令 然后还有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呢 这个呢 了解一下行了啊 他有这么一个命令 这个命令呢 可以同时打开 那比如说 我这里面除了这个 PathWD 是不是还有这个 Installog呀 还有这个合并.txt 那么打开的话呢 就是 第一个想打开的文件 放前面 第二个想打开的 放后面合并 第三个想打开的 放在 在后面 这个顺序 随意啊 你想哪一个 第一个打开 那就放第一个 哪个放第二个打开 那就第二个 放第三个 就第三个 输入之后呢 按回车 那由于我第一个 放的是 PathWD 你看打开 是不是PathWD 对吧 没有问题啊 那么这是打开的 第一个文件 那怎么切换呢 这个咱先不说啊 怎么切换 咱先不说 咱先打开就行了 打开默认 只能看到第一个 因为我并没有去 切换到第二个 所以它显示 第一个内容啊 好 退出出来 是高亮的 保持 就是保持了 上一个状态啊 退出来了 你看这地方 它有提示了 还有三个文件 等待编辑 哎 它会有提示的啊 所有的东西呢 都会保持原先的状态 比如说这个行号 你之前退出哪一行 那我再打开的时候 如果不止定行号 它会默认还是那一行 包括高亮也是 如果你的高亮词不换的话 它还是高亮之前的那个高亮的 要么就是说 等到你直接把它高亮给它去掉 它才不高亮 如果不去掉 它会一直高亮的 咋去后面呢 不要操车 这是前面的啊 最基本的 我们首先呢 得知道啊 这三个模式 然后呢 再次知道 怎么去打开这个文件 怎么打开文件 VRM的 打开文件的四个方式 单个文件 加数字 表示定位到多少行 加关键词 表示高亮显示 后面多个路径 表示同时打开 多个文件 啊 一共呢 有这么几个用法 但前三个一定要掌握 最后一个呢 了解就OK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